SBS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 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叫艾小霞 今年36岁 我是一个月之前来的悉尼 在来悉尼之前呢 其实我自己个人对于悉尼的这种 期待还是蛮高的 我希望去体验不同的这种文化 不同的生活方式 同时呢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去开阔我自己的眼界 然后在悉尼之前呢 我是在北京工作有15年的时间 同时呢 我也是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 但是呢 又感觉到可能这样的生活太过于平淡 而且对于我自己的这种职业来说 再去竞生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 可以说是到了我职业的一个天花板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趋势之下 我就选择来悉尼留学 然后去体验不同的这种 对就是生活方式 语言不通的这个来自不同的世界的这样一些人群 去产生交流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吧 同时我觉得我也很兴奋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在目前这种 对于留学生的各种政策不友好的情况下 我这个超大龄的 这么一个年龄还被批签 所以说我很幸运 听您刚才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 叫超大龄留学生 为什么会下这么一个定义 因为在我拜里这个学签的过程当中 我找好几个中介我是被拒之门外的 他们不愿意接受我这样的case 他们说我这个是属于超大龄 其实倒是还是会有一些受打击 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完成我这个留学的体验 刚才也说了你意识到 其实现在澳大利亚的留学政策并不是那么的友好 尤其是他设置了35岁 毕业后攻坚485的这么一个年龄门槛 那为什么还会选择在这条路已经不可行的情况下 来到澳大利亚留学 我决定出国留学也不是发起下 其实我有计划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我首要的首选地是澳洲 但是因为在生计学校以及学签这个问题上 受到一些感觉不确定的因素之后 我其实当时是选择英国的 但是最终我还是对反过头来依然决然地说 我想要去申请澳洲 哪怕只有50%的几率 在澳洲你去留学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有几点我觉得吸引的地方 第一我觉得气候肯定是好的 这无庸置疑 其次呢是他这个学制 像英国你要去读硕士 其实是一年的时间 他那个学习的安排非常紧张 我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当地的这种人文啊 去留学的一个初衷 所以我依然决然地选择澳洲 因为他学生是两年 这两年的时间其实学业也没有那么重 在学业之余我可能还去工作 有可能去工作 沉浸式的享受一段这种留学的经历吧 那澳大利亚的教育质量是你考虑的因素之一吗 也还好 因为对于我现在这样的阶段的话 我自己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学校的老师对你传授的知识 不管是英国也好 或者说美国新加坡也好 我觉得大差不差 最核心的区别是在于你自己 所以即便我们看到有些新闻 就是澳大利亚大学的QS排名上升得很显著 这也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什么 不是不是 我在工作这十几年当中 我最大的改出就是 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能力 你能不能创造价值 即使你是学校和优质毕业的学生 如果你停止成长 你在你的稿位上 你一直在吃你大学时期的红利 你这个职业的寿命也是很短的 对 所以对于学校的排名 不是我考量的因素 接下来可能在我的职场的计划的主方向来说是 他会加持我吧 就这个这一段经历他会加持我 但是他绝对不会成为 像别人可能对留学过高的期待 说重启人生或者对改变命运 我觉得这样的期待我是没有的 所以哪怕你比如说两年之后 完成学业之后 没有办法留在澳大利亚 有任何的工作机会 你也不后悔这段经历 不后悔这个选择 对吗 完全是 因为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 其实我对留学的这种个人的目的很单纯 第一我可能工作这么多年 我需要歇一歇 我很累 至于关于身份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从来都不在我的考量范畴之内 因为我在北京上班的时候 北京户口也很值钱呀 但十几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要去拿一个北京户口 但事实上我现在就是在悉尼 我没有在北京 就北京那个户口对我来说 确实也没什么用 我们现在老师分下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 他说这个不是你的目的地 这只是一场体验而已 只是一场旅行而已 你去享受它就好了 Catherine我们华人可能会有一些年龄方面的焦虑 他们可能觉得你到了一个年龄就要做什么事情 那您觉得您这个选择 36岁重新当留学生 是逆社会时钟的一种选择吗 现在在国内特别流行的一句话 是就是要做一个内核稳定的人 可能我就是那个内核稳定的人 我一直在专注的做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 对我一直在全心倾注于我的工作 之后呢我又准备考雅思 然后同时呢我要兼顾我的工作 所以我更没有时间去贴外面对你的评价 做出这样用您的话说大零留学这么选择 那有没有什么挑战 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 可能考雅思是一个挑战 那可能做这个决定是一个挑战 那可能来这边适应生活 适应澳大利亚本地的生活是一个挑战 你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 会有一点点吧 考雅思绝对是最大的挑战 我上完学有十几年的时间 我是没有破语语的 所以我要从零开始 雅思从开始到考出成绩 到考出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花了三年的时间 对因为我要从读英标开始 再到记单词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英语也不好 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觉得那就用最笨最傻的办法 那就死记硬背 然后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考 其次呢就是学签了 澳洲政府对于留学生的各种政策 是评出给学校提出一些压力 其次呢提高各种要求 比如说我们的签证费 签证的时间的之漫长 我还是有给移民局打电话过去 催谦都没有用 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挑战 就是觉得一切 好像我已经在悉尼生活过很久一样 我没有想到在悉尼的华人会这么多 确实会让我更加的文化自信吧 在来之前 我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的 我方便问一下 就是您这个两年的学业结束之后 您的安排是什么吗 大概率时间我可能还会去干老本行 我可能会去在营销口再去从业 第一点我希望去像香港新加坡 这种大外区这种商贸 比较活跃的一些对区域去工作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去感受那种 有活力然后比较的节奏感 比较强一点的这种 海外留学经历就变成您的一个优势了 对对对绝对是 它会助力 你看现在香港澳洲的八大 再加上我现在读的UTS 算是这九所大学 你要去香港就业的话 它会给你非常高的这种优待政策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关注SBS普通话页面